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封信的内容就是给信主的旧徒 给阅读的读者 当我们阅读的时候 发现它字里行间表露出天父的爱 然后每一个文字里面都带下了祝福跟应许 因为这些内容是揭露出圣经的经文 最后它的署名是爱你的天父上帝 那当你收到这样子的一封信时 你是不是觉得祝福满满 或是非常的窝心呢 可是仔细的去推敲 你会发现 下面的署名是爱你的天父上帝 你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疑惑呢 因为十戒其中的一条诫密告诉我们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妄称的意思就是我们随便称呼上帝的名 我们随便指的上帝的名 随便假借上帝的名 做宣告 做教导 做启示 所以神说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否则上帝必不以他为无罪 因此当我们在传阅或是在阅读这封信的时候 我们也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是不是也冒犯了上帝呢 在新约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奉靠他的名来祈求祷告 奉主的名意思是 In the name of Jesus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 In 在主耶稣里面 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他的生命连结 跟主耶稣的生命连结 我们的祷告就容易蒙应允 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能摸着主耶稣的心意 在主的心意里面去祈求 去祷告 所以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 向来你们都没有奉我的名祷告 你想想看 当我们没有奉主的名祷告 我们怎么会有能力呢 因为没有跟主连结 从此 这些门徒学习如何跟主连结 所以他们奉靠主的名祷告 他们的祷告就蒙垂听 他们祈求也就必得着 所以主耶稣让我们 藉由他的名祷告时 使我们里面的喜乐可以满足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也不是借由民家的能力 而是靠着主耶稣的名 我们来祈求祷告 让今年我们一起学习 借着主的名在主里面 我们的祷告 也让我们应许 也让我们今年喜乐满满 谢谢你观赏 底波拉疫情炸记 别忘了分享 订阅